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就是在家製造澳門葡萄 最近因為疫症一直在英國 都不能回澳門 所以就想製作來吃 當是回澳門 首先製作撻皮 我好想製作 這家製作的城市 都可以製作 這家製作的城市 這裡是最好的 第一家製作的城市 我來用櫻井斌 製作的城市 然後這個城市 我去一家製作的城市 這是真正的城市 在家製作的城市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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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不想麻煩自己做的話 也可以在英國的超級市場賣一些現成的來做 但我試過做不到澳門葡萄的味道 自己做就會麻煩一點 但是焗出來的撻皮會脆很多 美味很多 做好之後就放入冰箱10分鐘 如果讓隔夜休息一下 麵團會更好 蛋液的部分也是很簡單 把所有材料拌在一起之後 最重要是要過小 做好的蛋液 把它放入冰箱10分鐘 同樣隔夜做出來的效果會更滑溜的 這個份量是可以夠做24份葡萄的 如果一次過不想吃那麼多 可以做半條先 另外半條就放在冰箱裡面 想吃的時候才解凍我出來做 很噁心 正恩 神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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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声音 面团全放入蛋撻毛后 仍然放入冰箱10分钟 所有材料都订好了 这时候可以預熱焗裕 放胶液入蛋撻毛以九成就好了 否則烤的時候就會爆漿 烤只需要20分鐘 但中途記得把它倒轉 受熱就可以平均一點 太好了 噴噴噴的葡萄都完成了 餐冷之後一定可以吃 如果大家在疫情流在家裡很悶 就不妨試一下在家裡坐 這個做法完全跟澳門的葡萄一樣味道 好美喔 好美喔 可能